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 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各位同學 學校要舉辦跳繩比賽 而且是團體賽喔 所以老師特別準備了跳繩 就要看看我們班 誰跳繩很厲害 可以代表我們班去參加比賽 老師 選我喔 我運動生氣超級好喔 老師 我反應力超級快喔 老師 只不過可以讓男生去參加就好 是不一定要全班都參加比賽啦 不過男生女生都有上場的機會喔 你們要好好努力爭取知道嗎 老師 選我 我非常喜歡跳繩 還有我 還有我 跳繩也是我的專長喔 老師 我除了打籃球之外 跳繩也很厲害喔 來 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阿嬤 我跟你來甩好了 好 好 那我再 我們先往前 大叔先往前 對 大家先 腳在前面 老師幫你們加油 眼睛要盯好喔 好 準備喔 準備喔 不要太快喔 1 2 3 跳舞 啊 這誰 沒關係 好 多練習 再一次 對 要再一次 下次會更好 沒錯 阿嬤� 加油 專心喔 好 專心喔 準備喔 1 2 3 跳舞 跳 哎呀 沒關係啦 我們再一次 對不起 好 加油 看仔細 可以 加油 預備喔 好 1 2 3 跳 我跳 我跳 對不起啦 對不起我 卡到 小花 小花 我跟你說 你等一下一定要提早跳 當繩子在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跳過去囉 小花其實這跳繩沒有那麼難 你呢 你就看那旁邊的人 跟著她的速度 她跳的時候就跟著跳 你不要跳自己的 斷彎忽快忽慢 再給她一次機會 再一次 好 好 加油 加油 可以的 眼睛要盯好 阿嬤 加油 對 腳先拿出來 腳先拿出來 預備 小花 小花 我知道了 妳跟阿寧交換過來好了 對 小花去甩身 阿寧自己甩身 好像也是個方法 那我跟你換 好 小花 我跟你一起甩身 因為會抬抬比較高 可以 好不好 對 對 這樣比較平均 好 我說Sanny就要那個 3 OK 3 1 2 3 小花 好 我頭髮用很久 很辛苦 才用這麼帥氣的 妳不要打到我的頭 妳高一點 甩身舉高一點 妳對不起 高一點 然後甩身就要看著妳 前面這個速度要一起 我要看它 妳沒有關係 1 2 3 我可以的 1 2 3 妳們沒事吧 就嚇到我的耳朵了 打到我手臂了 我的裙子 對 對不起 我覺得 我好像 也不適合甩身 如果不擅長跳繩 也不太會甩身 但妳一定會幫同學加油對不對 加油 加油 來 小花來當同學的 辣辣隊伯 好 讓我來甩身 高小福加油 好 1 2 3 1 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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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我覺得 我們這個組合對了 對 你照這樣子 繼續練習得下去的話 一定可以拿冠軍 冠軍 贏過 直接5下 這是目標20下 好 可以 好帥 預備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那你怎麼了 覺得有點冷 沒有感冒 沒有感冒 沒有沒有 我們要加緊練習 對 加緊練習 加油 等一下的跳繩比賽就看你們的了 好 那比賽前先來集氣 好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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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寧 你怎麼看起來怪怪的啊 你沒事吧 我 我很好 沒事啊 嗯 老師 阿寧好像真的怪怪的 阿寧看起來很沒精神耶 沒有 沒有 是不是 是發燒了 阿寧 生病啦 你這樣不行啦 老師帶你去保健室 老師不用啦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要 跟大家一參加比賽 爭取最高榮譽啊 阿寧 我們有你這個同學 真的太好了 我們今天一定會贏 一定會贏的 可是阿寧 你都已經不舒服了 還要參加比賽 這樣好嗎 你平常都這麼健康 你怎麼會選在比賽以前生病呢 你跳成跳得那麼好 這樣我們沒辦法得名了 老 如果阿寧生病了還硬要去比賽 他的病會越來越糟糕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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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什麼是最嚴重的嗎 嚴重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 跳繩比賽的冠軍 這才是嚴重的事情 對 耶 不是啦 比賽以後可能還會有 但是身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說不定你現在的這個感冒病毒 萬一因為你去比賽 傳染給大家 有全班一起生病 那更糟糕 蛤 所以有可能會傳染給 如果會傳染的話 那就不太好了耶 也沒辦法啦 你看 就少了你一個人 我們要五個人才可以參加耶 老師怎麼辦嘛 我們有小花啊 對…我們可以讓小花 跟著我們一起上場比賽 我…我比賽 可是我跳不好 而且練習的時候 我也沒有跟著一起練習 我會害你們 害你們輸啦 小花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而且比賽最重要的是過程 不是結果 只要我們大家有盡心盡力 拚盡全力地去付出 那就夠了 對 好 小花 那記得我們 大家提醒你的重點 那大家有自信一點 好 我們提醒一下吧 好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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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準備去跳繩比賽 集合 我帶阿寧去保健室 好的 加油 好 多喝水 加油… 先把臂養好 我加油 好煩喔 好 好 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沒有跳好 害我們班輸了比賽 小花 如果你可以再找那麼 一點點跳 就好了 跟她講了好幾次了嘛 要看繩子 看旁邊的人 她就不看 她就 算了… 不想跳 我… 我有看啊 而且我有注意你們說的那個訣竅啊 可是… 可是我的身體就不聽話嗎 我…就是跳不好嗎 會卡到嘛 小花本來就是大家的啦啦 對 平常練習的時候 她也沒有跟大家一起練習 但是她這一次卻臨為壽命 代替阿寧去爭取榮譽 我覺得 小花肯做自己不擅長的事 已經很有勇氣了喔 我這次… 真的有盡力啦 各位同學 你們不要再怪小花 她只是頂替我上去比賽而已 如果你們要找個人怪的話 你們要找一個人當 帶罪羔羊的話 我 阿寧願意當那隻羊 沒 要怪就怪我好了 都是我不好 阿寧 我當然會怪你啊 平常不生病 偏偏比賽的時候才生病 對啊 阿寧 怎麼會一生病 就這麼嚴重啊 生病也不是她願意的啊 你們別再責怪她了 而且其實我真的很想要 跟著你們這群夥伴 一起參加跳繩比賽 我真的好想要拿冠軍喔 都是我不好 對不起喔 都是我啦 不是阿寧的錯啦 就是我 我就是那個 派全班書的那個人 我就是很 很不會跳 不是 不是我 好 好啦 各位同學 老師不想要看到你們 互相怪來怪去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當然也會有自己 不擅長的事啊 小花不擅長跳繩 但是 她卻願意頂替阿寧 在關鍵時刻 上去爭取榮譽 這已經很不容易了耶 你們還這樣子責怪她 小花心裡一定很難過 我不會怪妳啦 而且我也知道妳心裡 一定很難過 如果是我 一定也很想哭 換個角度想想 你們認識的阿寧 是一個很有榮譽心 很有責任感 她也很想為班上 抱回一座冠軍獎盃啊 可是 生病也不是她願意的 她今天沒有辦法上場比賽 心裡一定很不甘心 是吧 一定是的吧 都已經準備好了 卻不能上場 那應該很喔 對啊 如果跟你一樣 我一定會很難過 比賽呢 最重要的是過程 是我們把團結起來 一起練習 一起比賽 一起為彼此加油打氣 這個才是最珍貴的 結果是什麼 不重要 只要大家有拼盡全力付出 那就好了 我下一次睡覺的時候 一定會記得 把棉被蓋好 不要讓自己感冒 不要讓自己發燒了 有阿寧 你覺得 不為這小事而生病 不要多注意 那阿寧 你現在身體有好一點了嗎 我現在已經沒有 上午的時候那麼嚴重了 但是待會兒我爸爸他會來 接我去醫院看醫生 好像還要打針 不過 不用擔心 我不怕 倒是小花 謝謝你 謝謝你頂貼我上場 我要非常的感謝你 辛苦你了 沒有什麼啦 這次比賽 其實也是我自己沒有跳好 可是我真的很努力囉 有努力就是最棒的 為了慰勞大家剛剛這麼認真的 去參加跳繩比賽 跳那麼多下 應該肚子有點餓吧 沒有 老師帶你們去補充體力 我們來玩冰冰涼涼的豆花 怎麼樣 可以站在預言嗎 想要看到 MOMO親子台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嗎 記得按下訂閱 是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隨地 收看到我們 MOMO親子台精彩的影音喔 訂閱小鈴鐺留言按個讚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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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看看